李若彤曾是那个嫌疑飘飘的小龙女 她绝美的容颜惊艳了时光 让网友对她念念不忘 其实李若彤走入娱乐圈是因为现实的逼迫 她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 幼时她因为是女孩险遭父母抛弃 李若彤中学毕业后退学当空姐承担家庭经济压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心探发觉被邀请去拍摄广告 当金融犯男小龙女一决的时候 她被看中 最终成功演绎了小龙女这个角色 当年在李若彤发展如日中天班时 却为了男友放弃工作 与比自己一大十岁的富豪郭应全相恋 郭应全离过婚还带着孩子 但李若彤还是义无反顾的爱了 在交往期间男友公司破产欠下起义外债 李若彤仍旧不离不弃 甚至为了替男友还债拼命接戏 但最终被无情抛弃还患上了抑郁症 整日郁郁寡欢居然差点自杀 如今她终于走出阴霾重新面对生活 因为家中还有十几个人靠她养活 明明有自立能力还要吸她的血 李若彤还真是命苦 无奈之下李若彤只能靠走学捞金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